喜欢把谢谢挂在嘴边的,往往就这几种人,别看错了。 古人云,闻其言,可知其人,语言最能暴露一个人的性情和品格,很多时候,想要了解一个人无需过多观察,只需要听他怎么说话便可知其一二。 正如说话柔声细语的人,性格往往平和内敛,整天哀声叹气的人,多半悲观且爱怨天尤人,说话语气坚定的人,总体上来说偏向自信沉稳,而喜欢把谢谢挂在嘴边的人,往往是这几种人,看看有你吗?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 礼貌待人,修养高,某天,有一个人走到商店门口,特别留意观察,当他给后面的人扶门时,每个人的反应如何,经过几轮测试后,他发现,路过的这些人里,有人会直接大步走入,无视他的帮助,有人则会面带微笑,点头对他致谢,而这些细节,就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。 曾经在英国留学的时候,和英国人日常交流,他们总是把please,thank you这类礼貌用语挂在嘴边,点餐也好,买票也罢,他们在接受服务时都会加上please。 这俨然成为一种习惯,甚至爸妈给你递水时,都要说声thanks,现在流行一种说法,当一个人在追求你的时候,那约会时,一定要去外面吃一餐,如果他对服务员的态度很不耐烦,甚至是命令,指责,将服务员的服务,视为理所当然,一副大业的姿态,那你就要小心了。 他大概率也会将这种姿态,用到你身上,谢谢,二字无疑是我们从小到大,使用最频繁的文明用语,说声谢谢,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,更能体现自身的素质,是一种宝贵的修养。 无论对方的身份地位如何,我们都应该尊重别人的劳动和付出,这才是发自心底的善意,谦卑厚德的人,已经,牵挂中有一句话,牵牵君子,卑以字幕。 成熟的麦遂是饱满而弯下腰的,谦卑的人,不会将自己捧上天,而是懂得把自己放在更低的位置上。 几个月前,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院士与世长辞,举国哀悼,在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,袁隆平院士除了照常关心试验田里的道子怎么样之外,最常对医护人员说的是,谢谢大家。 大家辛苦了,不用太费力气,他为了国人的粮食问题,担惊节律,日日思索,奉献了一生的时光,但是生命的最后时刻,他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,时刻表达对医护人员的感谢,谦卑不是一种姿势,而是一种态度。 真正德行深厚的人,早已将感谢变成了习惯,体现在生活各处,时刻让别人舒服,自己一坦然,人生中太多时刻,尊重别人,就是尊重自己,恭敬待人,也是在庄严自己,体谅别人也会被人体谅,是说心语中提到,小胜靠智,大胜靠德。 前段时间,刘德华被某个短视频平台,评为年度耀眼时刻创作者,拿到这个奖项后,刘德华说,谢谢,没想到四十年之后,自己又变成一个新人,我还有很多地方要和身边的朋友学习,大家一起加油。 网友纷纷评论,虽然获奖无数,但依然保持谦卑之心,这也许就是刘德华能持续哄几十年的原因,低调做人,认真做事,不以自我为中心,平等对待每个人,一个谦卑有理的人,最终也会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,不想欠人情的人,常把谢谢挂在嘴边的第一种人。 就是不想欠人情的人,他们也是很聪明的人,为什么这样说?因为他们深知人情大过天,人情这个东西是还不完的,也没有数字可衡量的,受人知会往往就会欠下一倍的人情债,让自己在他人面前无形中就逊色了不少。 所以,这类人,他们会欠债,但不会欠人情债,能用钱解决的问题,他们就不会轻易去动用人情,大忙他们可以用金钱来平衡,小忙他们也会用谢谢来回馈,哪怕是芝麻利大的小事,他们也不想亏欠任何人的,如何不欠谢谢是最好的回馈方式。 我们在生活当中,经常就会发现,自己不经意间的一些举手之劳,他们也常以谢谢来回馈,这样反而会让我们感觉到很不自在,觉得自己反倒好像是在亏欠他们的一样,有分寸感,保持距离不越界,为人处事。 有一条重要的潜规则,就是交往要有分寸感,喜欢说谢谢的人,往往也能够保持距离不越界,做事有准,进退有度,为人有责,这样的人温和谦逊,有分寸感,又懂得为他人考虑,但同时你也需要注意这种特殊情况,当一个人对你过分客套。 即使你们认识很久,他还时不时因为一点小事,就对你说谢谢,这时候你就要多加注意了,这说明他在有意与你保持距离,可能不希望你过多地介入他的私人生活。 比如说,男生向女生表白,女生只是道谢,那么这个谢谢就是委婉又不失礼貌的拒绝,其实啊,人际交往是门学问,远了疏离,近了生闲,其中的秘诀在于把握好一个度,对朋友不予举, 对亲人不随便,对爱人不控制,不试图揭开彼此最后的面具,保持适当的距离,才能维持良好的关系。 而懂得说谢谢的人,往往也能掌握这个相处之道,善于交际的人,他们知道说句谢谢既不花力气,也不费金钱,是人际交往当中最好的润滑剂,何乐而不为。 当然,这样的人也是最受欢迎的人,谁不喜欢和礼貌有度的人相处呢? 孔子说,言之不闻,行之不远。 是有一定道理的,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发现,为什么有些人刚认识就会感觉到话不投机半句多, 那就是因为听不惯他的说话方式,说话粗俗无理,不拘小节,谁又喜欢和这样的人去打交道呢? 同理心强,顾虑别人的感受,经常说谢谢的人,比较能感同身受地理解别人的情绪, 他们不仅能感受到别人的情绪变化,还能感受到他人是否需要支持和鼓励, 别人也会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尊重和鼓励,从而更加信赖他们,同理心和共情,让他们成为很好的倾听者, 那么,情侣之间也要多说谢谢吗? 多伦多大学一项研究表明,伴侣表达感谢可以削弱回避型依恋和焦虑型依恋对关系满意度, 承诺的负面影响,还能减轻不安全依恋的消极作用,婚姻里。 很多人会吝啬对另一半表达感谢,却常常苛责对方。 其实,如果伴侣时常因为一些事跟你道谢,比如感谢你的相伴,谢谢你送的礼物等等, 这说明他非常珍惜你,为他做的每件事,也深深把你放心里,在我眼里, 经常说谢谢的人,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,就像一缕春风,很会体贴和照顾身边人, 朋友都愿意向他倾诉,所以善解人意的他们,人缘往往也很好, 懂感恩的人,常把谢谢挂在嘴边的第四种人,就是懂得感恩的人,因为他们知道人性善恶。 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,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,有义务去帮助自己的, 所以,即使别人的举手之劳,他们也会心存感激,以谢谢来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, 谢谢不仅仅是一句礼貌之语,更是怀有一种心存感激,感谢他人的感恩之心, 我们很多人不曾仅何时,慢慢地忘记了说谢谢这二字,对别人的付出是一味地索取, 把别人的帮助当然是理所当然,很久以前,一位年轻人被引荐给苏格拉底, 请苏格拉底对能力进行测试,苏格拉底对他说,请你说话,以便我能看清你。 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,看说话就知道了,会说话的人,如口吐玫瑰,让人心生愉悦, 不会说话的人,如口吐吉里,容易刺伤别人,经常说谢谢的人,用良好的修养对待他人, 用谦卑之礼后代万物,用感恩之心回馈世界,和这样的人在一起, 就像听一曲舒缓的音乐,品一杯醇厚的热茶,时光如流水般甜淡, 生活如春风般温柔,爱说谢谢的人,运气都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余生,请做一个懂得说谢谢的人,你所收获的,也必将是更美好的生活,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《大道无形》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